大家好,我是Luna,你可以叫阿比丘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你们近期会有什么好运,有什么好事即将来临 今天会有四个号码,9号01和02 你们可以选一个号码,或者把左手放在牌上面去感受一下 这牌上面的能量,哪一个比较贴近你们 如果你们想要购买我的爱我的牌的话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店浏览,zh.lunapong.com 或者你们可以到下面的说明框框里面去看一下 当然私人占卜,你们也可以到我的网店去浏览哦 好,你们需要一点时间的话,你们可以按一下暂停 不然,我们先从9号开始看起咯 好,选9号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近期有什么好事即将来临 好,在近期呢,我是看到第一张牌是讲说不要批判你自己 然后这就代表呢,在近期你可能不会这么对自己的这么苛刻,严苛 你们会比较少评判你们自己啦 你们近期的祝福就来自于就是呢,有一个礼物即将来临 有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即将会实现 你要相信就是呢,你生活中的很多的好的人数即将会慢慢慢慢的呈现 在适合你,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些事情即将会来临 所以你要相信它 然后要有比较正面的信念啊,然后尽量保持乐观的心态啊 然后传递一些爱的能量 所以我是看到有一个祝福,有一个好的礼物,宇宙即将会呈现给你 所以宇宙是想要给你一个好的礼物啦,这是我看到的,蛮不错的哦 好,我们来继续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我是看到呢,近期你们可能对金钱有一些恐惧,一些害怕 所以呢,近期你们会因为可能在物质上或金钱上面受到一些约束 或者事业受到一些约束,这是我看到的,所以你会比较打开你的心 比较容易打开你的心去接受别人的帮忙 这是你的一个好的转变,这是我看到的 然后在近期呢,你比较容易就是倾听别人对你的意见 应该是讲说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 就是他们可能之前你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些意见都是批评 可是在近期你觉得就是,哎,其实是蛮管用的 就是有一些人的意见其实是能扶持你,帮助你的 所以你比较容易去就是接受到别人的信息 所以我是看到,所以才会有好的东西即将进来 尤其是在金钱啊还有事业上面有一些好的信息 因为你的转变带来一些好的金钱或者事业状况 然后这张牌又再次强调就是呢,你们会慢慢的打开你们的心去接受别人的帮忙 所以我是看到也会有贵人来帮助你,这是我看到的 是的,你这张牌又再次,这个盒子的牌就代表就是会有一个礼物即将进来 又再次强调这个信息 跟事业有关是不是 如果你们是学生的话是跟你们学业有关 可能你们近期可能金钱没办法就是付你们的学费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会有好转的现象 再讲说你们可能是黑头发的女性啊 或者就是会有一个黑头发的女生 女性会帮助你们 那个女性是你们的贵人 或者这是你们 不管怎么样以整体来看这个好事其实蛮不错的 我现在扫出了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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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你一些比较给你一些温暖 或者我是看到你的人际关系非常好 就是你跟你朋友之间的相处的时间其实是蛮愉快的 我是看到这张牌又再次强调就是礼物的牌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你觉得之前你的压力非常大 然后事情不顺啊什么之类的 你朋友的状况 事业的状况 金钱的状况 同事的状况 我都看到有一个极大的状别 然后你戳到了事业子的牌 就代表好运即将来临 好运就是呢 会有更多的人想要去顾虑到你的感受啊 然后你也比较暖心 所以这是一种回馈吧 因为你善待别人啊 你在需要的时候给别人温暖的时候 现在反过来就是你身边的人也想给你一点温暖啊 这是我看到 所以这是你近期的好运哦 其实这个蛮不错的 就是你们的经济状况啊 还是什么压力啊什么之类的 都会有一个好的转变 所以蛮不错的哦 好我希望这个信息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然后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切顺顺利利身体健康了 OK 我们下一个账谱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 0的朋友们 选0的朋友们 你们近期会有什么好事即将来临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近期这张牌是讲说你并不迷惑往内心看 所以近期呢 你们的好事就是你们会消除你们心中的迷惑 然后你们会开始就是往内心里面去探讨 就是你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去得到一些外在的认可 因为你们发现到就是你们内心的生意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好 然后再讲说a blessed season ok 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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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生活每一个季节 嗯 应该是讲说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季节都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每一个都是有你经历过的每一个东西都有他们应该你要经历的东西 就有他们的目的啊 然后你的人事物当中你会发现到有一些比较独特的 嗯 你可以欣赏的漂亮的那一面啊 然后啊 你经历的挑战都是有你的课题 然后你经历的祝福就是可以让你呃去享受就是这个祝福就是这个开心的世界 不管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世纪变化 这世纪变化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世纪变化 所以在你生活中的这些转变都是你必要去经历的去体验的 所以啊你的祝福就是来自于你每一个东西都会跟着就是你应该经历的人事物在最佳的实际点而呈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所以在对的实际点你要你要的好的东西也会实现 然后呃对于你觉得不好的东西或者具有困难的一些你的困境 其实是帮助你扶持你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不管怎么样那全部都是祝福你永远都是被祝福的灵体 只是在某一个必要的实际点你会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 好我是看到就是近期你们会开始就是去反思 这张牌跟这张牌其实意思差不多 就是你会开始就是反思就是你要的东西 然后你会跟着就是你会探讨什么叫做真实什么叫做真相 然后你会展开一个新的方向 然后你会展开一个新的方向 因为开始就是领悟到就是 诶这或许是我要的 我是看到有一些人会与你作对 可是慢慢的这些人都会消失不见了 这些呃如果你们之前遇到什么小人 或者有一些人就是一直挡着你的财路的话 我是看到这些人都会消失不见了 就不会再继续挡了 我是看到就是你的金钱状况会有所好转 然后你会看到就是一个道路通往就是赚取更多的财富的这个道路 所以有一个道路即将会开启 然后再讲说就是要你去找就是这个这个道路而去赚取更多的钱 我是看到你的成功你会即将会诞生一个成呃一个新的项目 然后我是看到你会成功的因为你拥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然后你因为你的努力而迎来一个蛮不错的收获 我是看到近期你们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因为你抽到这个hop就代表会有极大快乐的东西 就是非常幸福快乐的一个状况 你会放下就是你觉得令你感到难过心痛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会过得比较开心一点啊 这是你近期的好事 好因为你们呢你们在近期呢会知道谁是你们的小人 或者你觉得就是这些人是你的朋友 原本你以为啦 可是过后你看到了他们的真面目 所以我是看到你会跟人家断练啊 或者就是不联络啊 就是我看到一个这样的状况 有一群人你已经不想要再继续跟他们联络了 所以我是看到你人生当中 你的人生当中会经历一些转变 这是好事因为我是看到金钱才会进来 因为这些小人一直拿着你的钱 或者就是呢他们的低能量影响到你没有办法去争取你的财富 所以当你们跟某一群人或者某一个人断练 没有再联络的时候 你的经济状况才会好转 所以你们在近期就是有这样的祝福 就是钱会来是因为你不理这个人啊 或者一群这群人 然后是看到就是你的金钱状况可能来自于就是海外啊 或者就是跟外国人相处啊 或者就是一些海外的客户啊 这是我看到的 当然船的牌 我刚开始戳到这张牌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呢 可能你们近期会去吃寿司也说不定啦 因为这张牌也有可能是代表寿司啊 有一个寿司的画面 可能你们近期吃寿司 好吃的寿司其实蛮好吃的 但是因为这才是什么好事来临嘛 所以你们的寿司应该蛮好吃的 这是我看到的 好 这是我看到的咯 这是一个祝福 好了 希望这些信息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然后我在这里祝你们身体健康咯 你们的好运即将来临咯 砍掉小人走向未来 OK 拜拜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 1号的朋友们 1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近期会有什么好事即将来临 好 你们的好事就是你们近期会学习观察大自然 然后你们的智慧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因为不是每个人的智慧都会提升 可是我看到就是你们透过大自然 你们领悟了一个东西 嗯 这个牌这个男的在打坐 打坐 打坐 就做到打坐 然后这里我是看你祝福来自于打坐 因为你们看事情 你们视野已经开始会有点变化了 你们近期的领悟 我是看到你们会领悟的蛮深的 在领袖上面 你们的能量会大幅的提升 然后这里讲的时候就是 你们的视野会开始的进化 也就代表进化就是干净的进化的进化 所以你们的你们眼前应该没有什么太肮脏的东西 如果你看到什么肮脏的东西 就是好像什么不好的这些新闻干嘛的 什么杀人犯什么之类的 去这种不好的东西 我是看到你们 你们比较不会去专注于这些东西 而你们会去探讨就是一些世界上美好的人数 这是我看到的 然后你会把生活当成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 为什么我生活是哪样 会问很多的为什么 可是当你问很多为什么之后 你就会开始停下来 然后去思考其实这些为什么没有必要 因为很多人都有他们自己要过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 生活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以事实呈现在你面前这样子 然后你们就领悟到这一点 然后你会看到就是生活 生命是无限的 是永恒的 打着会帮助你们去战胜你们一切的困难 或者会让你们去从更加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很多的东西 然后你们会把很多的生命 你们这一世所要学习的课题 你们的灵魂目的 会看得非常清楚 或者你们会看到就是你们身边的人 为什么一直挣扎 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缠绕在一种抓牛角尖的一个状态 其实他们可以就是以更高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生活 然后你看到 有时候你的家人是这样子 那就是这样子 你的朋友是这样子 你的感情是这样子 你的事业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觉得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 你们要自己去领悟 可是我是觉得你们会的 然后你们不管发生什么 你觉得有点 烦乱的东西 或者没有规律的东西 你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开始看事情 你知道 你会开始知道 哦原来 原来很多东西都是有神圣的规律 有宇宙法则的 你们会开始领悟到生命是什么 啊 你们怕决心的牌 这里我是看到你们会以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东西 然后你们会发现到当自己非常重要 当你们自己的灵魂非常重要 因为每个灵魂我们投胎 都有我们要做的东西 而你们 意识到你们在这一次 你们为什么之所以会涂胎的原因 或者来体验你们现在的生活 是你们 可以选择的 反而你们可以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你们的生活 而不是拘泥于小细节 然后一直在那种 呃小细节里面打转转不出来 你们会 有一个觉醒 这是我看到 这个祝福是来自于就是 多观察大自然还有大做 我就看到你们的祝福就来自于就是呢 好事来一开始这样讲 会有一个朋友会建议你 我就看到你的朋友啊 你现在留下 在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一个 都是一些蛮 你值得珍惜的一些朋友 因为他们讲的话 的建议 其实是蛮重听的 所以是具有帮助性的一个建议啦 我是看到你朋友 真的很想帮助你 我是看到在金钱上面 或者在灵修上面 你们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你的金钱很有可能来自于就是 当你们的灵修上面提升了之后 那个金钱物质上的东西 你们没有这么的渴望 渴求了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流入你们的生活 就是你们意想不到 就这样子进入你们的生活 因为你们之前会有一种看法 就是好像你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的不稳定 可是你们走向灵修的时候 你们放下了很多东西 你们越是放下了很多的东西 你们的金钱在你无意间 你没有意识的时候就进入你们的生活了 可能你们会有一个新的事业 或者一个新的项目即将来临 我是看到如果你们问就是你们的经济状况 我是看到会有丰富的东西 因为你穿到面包的牌 丰富的东西丰富的财富 你们会开始就是做一些冒险的东西 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你们愿意去尝试 所以这个尝试对你们来说是件蛮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们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你穿小孩的牌 我是看到你们有些人 你们的爷爷奶奶在保护你们 为什么我这样想 因为你们中间有个百合 百合通常也是代表爷爷奶奶在保护你们 你的爷爷奶奶 不是每一个人的爷爷奶奶主线在护着你们 你们有些是守护灵守护天使 可是你们大部分的你们应该是爷爷奶奶在护着你们 那个爷爷奶奶 如果你想问就是 是我的爷爷奶奶吗 如果你们爷爷奶奶是小时候扶持你长大的 就是照顾你长大的 就是你小时候 小baby的时候他照顾你 那就是你们的爷爷奶奶 还没有完全的离开你们 因为他们对你们有一些担心 这是我看到的 因为他们小时候是这样 爱护你们 照顾你们的 所以有点放不下他们的心 可能是奶奶 这个我看到 好不管怎么样 我是看到就是他在呵护这个小孩 所以在保护你跟奶奶保护你的这个状况 然后也可以讲说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可能在 扶持你走向你的灵魂道路 因为树的牌代表灵魂道路 他们近期看到可能你们会得到一些某一份 提升你们的智慧 这是我看到的 因为这张牌代表智慧 你们会在近期学会怎么过得比较平静一点 然后平静当中找到你们的幸福和你们的快乐 这是我看到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会有一个新的东西 我是看到就是宇宙会好好保护你们 因为你们不像以前这样子 鲁马 可是你们会冒险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有一种智慧上的增长 灵修上的增长 也可以讲说年龄上的增长 可是年龄上不过是外表上的人类的身体退化 可是你如果你的智慧没有增长的话 也没有什么帮助 可是我在这个牌里面看到 就是你们智慧上有增长 当然年龄啊 外表也随着就是时间而增加 可是最主要是智慧 因为树的牌就代表不断的增加 健康看起来也蛮不错 这是你们近期的好事 所以我都看到蛮不错的 如果你们有小孩的话 你们的高能量会带给你们小孩一些好的运势 就是帮他们建立好的因果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你们小孩也是受到保护的 因为你们做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做了什么 好帮助别人的一些 真的是发自你内心想要帮助别人的一些善事啊 因为善事不是代表只是捐款给钱 然后拍拍屁股就走 有时候真的是要发自内心的 如果你们真的要记得的话 这代表就是宇宙法则就是你 放出去多少能量 你就会有多少能量的回馈 好不管怎么样 我是看到就是因为你们的能量 时长很强 如果你们有小孩的话 也是有在保护你们的小孩 护着你们的小孩 帮你们下一代 有更好的将来 这是我看到的 因为有一些守护灵 守护天使 或者你们的祖先在护着他们 好 我希望这个渣谱 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我在这里 祝你们一切顺利 然后照顾你们身体健康咯 OK 拜拜 二号的朋友们 你们近期会有什么好事呢 近期你们开始对于你们过去 会有一些其他的看法 你们对于你们的过去 你们开始改变就是 你们对于你们过去的看法 好这里我是看到一个丰富的东西 丰富的体验即将来临 对于你的生活 我是看到呢 你们在灵修上面的领悟 会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呢好的运势才会进入你们的生活 再讲说你们的眼轮也会渐渐的打开 眼轮打开就代表你们直觉会非常强 然后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一些谎言 这是我看到的 然后当然你们有些人 你们的第三只眼睛是开的 你们可以看到灵体 可是我是看到就是 眼轮基本上打开就是直觉非常强 你们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的灵感 然后会觉得就是心中会有很多的瓶颈 所以你们的生活是慢慢的 编制出一些比较漂亮的未来 为你们自己 这个未来是来自于充满爱的未来 但是我看到的 爱不代表只是只是纯粹爱情 是代表就是你们身边的人事物 我是看到你们比较团结一点 你们近期的好事就是你们会比较团结 然后你们近期可能会比较传统一点 你们可能会去寻求一些灵修上的一些知识啊 或者去找一些老师啊 或者找一些跟你们有同样的理念的一些朋友 这是我看到的 可是我是看到人多 你们之前可能对于你们生活当中有点不满意 可是这个状况即将会改变啊 你们近期 你们之前如果有什么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啊 有点常常感冒 或者有一些忧郁症啊 或者焦虑症 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即将会结束 或者你们对于你们的生活中的不满 这些即将会结束 因为说事业就代表你们的运势即将来临 会有个好的运势 你们会花很多时间跟你们的朋友相处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呢 你们的朋友 呃你长时间 你们会开始就是打开你们的心去接触更多的人 然后你们的事业啊 然后成就啊 这是我看到丰富的东西啊 成功啊即将会来临 蚂蚁的牌就是代表就是可能你 蚂蚁就代表他们很喜欢一群 一个一个一个群体那边去拿食物嘛 对不对 好像你譬如你讲说放一个糖果那边 他们一群就这样子一窝就跑去那边去抢了一个糖果 然后抢了那个糖果就为了 为了去喂饱他们的蚂蚁王后嘛 他们有一个王后在他们的巢那边 所以有一种团队就是力量的一个 可是蚂蚁也是算是非常用功的一个昆虫啦 他们算昆虫吗 嗯 他们他们蚂蚁是非常的 嗯 他们虽然很小 可是问题是他们非常努力 他们会在最快的时间点 就是跑去拿那个食物 然后很快就走 然后呢 他们有没有发现到蚂蚁呢 他们其实走的时候 他们之所以会认得清楚他们的路线 是因为他们会留下一些记号 那每次经过一个一个线的时候 他们就会留下一些记号 所以其他的蚂蚁才会知道 哦食物在这里 他们就会跟着那条线直直走 去拿食物 然后 然后又跑回去他们的窝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呢 你们 你会找到你一群团队 或一群朋友去做你们想做的东西 然后 必走过 呃 走过必留下痕迹的一个状况啦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呢 你们会 让人家看得见你们 人家也会看得见你们的努力 ok 你穿到公园的牌就是人多聚集 或者就是一个公共场所 我只看到云的牌 有点迷失和迷惑 对于事业 这些东西都会转变 你看事业 我不知道 可能你们之前呢 事业受到一些阻碍 或者觉得孤独寂寞 而导致你们走向领袖的道路 我不知道 还是比较就是倾向于会去找寻一些宗教的慰问 这是我看到的就是可能跟宗教或灵修有相关的东西 就是你们对于你们之前可能对于你们人际关系有点搞不清楚 或者就是觉得你们身边有很多狡猾的人 或者你们事业受到一些瓶颈啦 不管你们遇到什么状况 这些东西即将会好转的 ok 你们会找到一区你们可以一起共事的一些团队 这是我看到的 这个团队是非常非常的传统 或者你们用的方式非常的传统 ok 好 我希望这个账卜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切顺利 然后照顾你们身体健康咯 ok 拜拜 拜拜 我们不符展开 据 我们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